衡阳,湖南省辖地级市省域副中心城市 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是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 衡阳城区横跨湘江,是湖南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多条重要公路,铁路再次交汇 南越衡山为我国五月之一 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七十二群峰曾玩蝶杖 气势磅礴 南越古墓参天,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聚 历来世人们旅游,避暑胜地 树荣峰,水帘洞,方广寺,藏经殿,以齐高 齐,深,修自古赞誉为南越四角 南越四季景色一任 春赏齐化,下班云海,秋旺日出,东赏雪景 更是令人心逛神怡,流连忘返 恒山上游抗战军事会议讲诵官邸就职 另有南越中列词纪念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 恒阳市区有个石谷书院 书院始建于唐代,迄今已有一千两百年的历史 原旨在恒阳石谷山 石恒州名是李宽在石谷山寻真观旁结卢读书 宋志到三年,公元997年 一人李世珍拓展祈愿 作为恒州学者讲学之所 公元1035年朝廷赐额十股书院 岁与随扬,白鹿洞,岳鲁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 书院主要建筑有武后祠 李忠杰公祠,大关楼,西贤祠,靖夜堂和江亭 原石谷书院在抗战时之恒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军炮火 2008年仿照清代石谷书院格局重建 蔡伦珠海旅游风景区位于恒阳南方的雷阳 蔡伦珠海景区面积广阔 连片竹林面积达16万五 是我国连片面积最大的珠海 有着亚洲大珠海的美誉 生态景观独特,雷水悠悠,珠海茫茫 可青州赏竹醉 曲静闻竹香 平窗听竹语 跟高官竹篮 这里钟林玉秀有瑰丽多姿的天然溶洞 明朝剑似的紫霞禅寺和景象壮观的大河滩喷泉 这里人文汇翠 蔡伦曾再次手传造纸技术 徐霞克曾到此探险考察 这有周瑜后裔之周家大院 曾国藩之中丁愁小处 这里休闲诗意 有泉水湾休闲度假村和水上游乐区 衡阳市区湘江之畔有个回燕丰 里在回燕丰不仅可俯瞰大桥 还可纵观衡阳城全貌 古人一直认为 北来的大雁南非至死处便不在南非 只等来年春天再飞回北方 顾名 杜甫就写过万里衡阳宴 今年有北归 回燕丰过山门不远后有半山亭 再往上走 越过百步云梯后就可到达顶峰 峰顶有燕丰死 衡阳南湖公园坐落于衡阳市燕丰区 为衡阳市区湿地面积最大的公园 以生态保护为目标 充分利用自然山水之备 一个以水面为主题的原生态型 以休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性公园 南湖公园是由越境湖连片水体 及周边山体共同构成 从高空俯视 越境湖就是公园的主体 呈半月形相嵌在公园正中心 湖面开阔 湖暗位移区者 登山可跳湖 游湖可观山 山水相依 晚约秀义 湖南公学院位于衡阳市东边 学校现有三个校区 校市建筑面积56万余平方年 图书馆只置藏书164万余册 设有17个教学院 49个本科专业 教职工1300余人 全日志在校学生2万余人 从长沙搭高铁 大约40分钟可搭衡阳 从广州搭高铁 则需两个半小时到衡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B